剛剛 林玲講到趙世光 他的外遇 有一些是有生小孩的 那請教一下馬律師 那些婚婚生子女 難道不能分嗎 當然可以分 法律上面 一定是他的血緣 他就有直系親屬的方式 是可以分 但是這個案件厲害是何莉莉 厲害在哪裡是 你有大度大量 我們通常在這種富豪 最後的那個階段 誰在他旁邊 才是擁有操控的人 所以今天何莉莉 如果能夠在他多次進出 在末段他進出醫院 那段時間 把他隔絕 隔絕到 跟別人隔絕開來 縱然趙世光外面生了十個 一百個 縱然寫了一百份遺囑 因為遺囑我們是以最後那份生效 他可以在最後被隔開的那段時間 再寫一份遺囑 他們前面的遺囑全部失效 而且何莉莉也知道 趙世光外面攬花惹草 風流雲勢一大堆 孩子一大堆 唯一能夠把他們全部根絕掉 就是在生前把所有財產先做變價 過給小孩 所以在那個階段 當他掌控了趙世光的起居 照顧的時候 他就掌控趙世光所有的硬件證明 當把其他人隔絕在外的時候 他就很好講 你那些沒有什麼用 還是我 那個時候你也知道 在旁邊的人就會 對啊 還是你對我最好 該給你都會給你 這就是為什麼律師的重要性 尤其有很多有錢人 有沒有在過世前的時候 他都會特別找律師來 然後把那個財產做一些 所謂設定上面的一個處分 你其他在外面生有多少小朋友 你就是剩下最後那一點點 瞭解 那另外是志偉這邊說 你有朋友 他遺產繼承了一大堆 但是他煩惱得很 對 因為你要繼承遺產 你要先去繳遺產稅 那臺灣的遺產稅 現在是到二十趴還是三十趴 我有點忘了 遺產稅應該看你遺產的金額 對 他有一個急劇 對對對 那過去很高嘛 後來有調整過 要不然那個有錢人 都把錢搬到國外去了 所以我印象中 就是有調整過 原本好像就是王永慶 那時候走的時候是四十趴 然後後來慢慢降 現在到二十趴 差不多 就是看急劇 鄭大哥剛剛講的 那我這個朋友的爸爸 非常有錢 留了三四十億的遺產 他光要繳遺產稅 就要繳 龍我補充一下 以前我們的遺產稅 頂太高了 所以錢都被脫產掉了 對啊對啊 連到我們的政府 靠不到稅 就跑去國外嘛 那現在我們的遺產 剛剛馬律師有講 我們的遺產的稅率最高 到二十趴上限 上限 就是說我們把他降下來 你要去脫產的成本也很高嘛 你就找什麼會計師 找律師 他們都收很貴 對不對 所以你還有很麻煩 所以後來大家慢慢的就會把遺產 留在臺灣 讓政府課稅 對 因為他還是有很多方法可以避 你買你買保險 做稅源分配 保險你走了 理賠了這個錢 是不是不列入遺產 那我這個朋友的爸爸 顯然不知道做稅源分配這件事 他只知道賺很多錢 然後他很年輕 不到六十歲就死掉了 那他爸爸會死掉的原因 是因為他很愛騎重機 出車禍意外走的 那當然意外走 他爸爸也有保險 可是他都沒有想到自己是會意外走 因為很有錢的人 他不需要保險 他都把錢拿去做其他投資 但是他顯然有看我們節目 他是有利益主的 爸爸有利益主 因為他就這個兒子 然後當時 因為他的太太 就是在很年輕的時候 他白手起家很辛苦 這太太吃不了苦 就跟別人跑了 那跟別人跑了 他就就是自己帶這個小孩 一個男的要創業 還要帶自己的小孩 但是他就是到後來 反正就是因為做一些跟電子業有關的 跟這個半導體有關的代工 所以就是就是這幾年做得非常好 可是他我們知道他爸爸走了 大家第一個想法 就說哇 你要發達了 因為我們之前都有聽他說 因為周杰倫不是很多車子嗎 他就是買了十幾個車位 放車子不見得要開 那他爸爸是好幾棟樓裡面有十幾台車子 那種 然後我也去過他家的那個招待所 是氣派 然後裡面一些 我也不知道那青銅器 那些什麼瓷器 或者是什麼裁碼 那個到底是不是真的還是 驗品 我們是搞不得 那看起來就是你家真的很有錢 然後他就說有錢沒有用 這些都不是登記在我名字 那公司也是爸爸的 他在爸爸的公司上班 所以領爸爸的薪水 那當然他爸爸有買車給他 他也有一台重機 然後有一間就是兩人的小房子 因為他爸爸想說你還是要從基層做起 我給你的這些是 你已經比別人少奮鬥很多年 結果沒想到他爸爸立了遺囑 如果我怎麼了 都是我小孩的 那就是因為他爸爸也有兄弟姐妹 可是這些兄弟姐妹 在他最慘的時候 他要周轉什麼的 沒有人要借他錢 可是當他發達的時候 這些人都跑出來了 就像剛剛那個志強大哥講的 我苦的時候你不來幫我 我跟你周轉 你自己的手足 你不幫忙 我有的時候 你們這些人就要來找我了 所以他有立遺囑 可是他沒有想到他沒有留 他沒有預留稅源給他兒子 所以他要繳 他要你算二十趴好了 他光現金就十幾億 還有不動產 透透加起來三十幾億 我們算二十趴好了 他要繳六億 三十幾的二十趴 他只要六億 他去哪裡生 根本沒有錢 他就只好去跟爸爸的 往來生意的朋友 跟他的親屬 跟他的叔叔 跟他姑姑 那這些人就是滿天開價 就是三十分 三十分 這一百萬 要給他一百三三十萬 還要借他 但他他就你沒有這個錢 你就你爸爸的錢都被凍結 他最後沒辦法 他只好就是跟銀行協商 反正都一樣放高利貸 我去 那請教馬律師就是說 我雖然繼承了 可是我遺產稅現在繳不起 那可以怎麼做 當然掉現金最快 那另外一個是說食物抵腳 現在食物抵腳很少 爸爸他剛才不是說 他也留作現金 對啊 現金都凍結 因為不夠六億 他們爸爸意外 六億的遺產稅 這個我們講說意外身亡的保險金 一兩千萬 國稅局要求的是現金最好 如果你要給我其他的東西 我必須要評估 你這個東西是可以變現的 你不能丟一對給我 如果你都沒有辦法提出 一個經常方案的話 他會全部先凍結 全部凍結被鎖住 你要是被國稅局凍結 你也不能貸款 你借高利貸人家還不能設定 因為全部被封住了 所以很多人會趁虛而入 你這個沒辦法辦貸款 銀行也不能夠直接溶通的話 對 很可能就會變成 一文錢彼此 讓他去外面借一些比較高價的 這三十趴的 這就是地下錢莊 他被國稅局凍結以後 他不能夠拿這個錢去設定 跟銀行借金說 不然我借一個兩趴的 兩趴的利息介紹 我先去玩銀行利 這個就很麻煩 我遇到過很多 就是尤其兄弟姐妹 更多的時候 沒有人要出遺產稅 銀行不管 你們搞不定 我就全部給你凍結起來 賣也賣不掉 不行 他是全部包在一起 他包在一起 而且一個繼承人 越多更麻煩 我不管你們怎麼去瞧 那他怎麼辦 那他怎麼辦 他到最後 只是外面去掉錢 不然就是大家各自來 就是每個人 偷自己 湊一些 湊一些出來 或者是有人願意借 都是用借錢 因為很多人也不願意去拍賣 因為一拍賣就難看 拍賣價錢就掉下來 是 那你說你要拿你那些重機 去國稅局 國稅局不要重機 對啊 他根本不要你這些東西 你給我算多少錢 國稅局 國務員要算你這個價值 他要你重機賣掉之後的錢 對 重機賣掉錢給我 那問題是你也不可能跟 國稅局跟著人在屁股後面說 這人車賣掉趕快錢給我 他又不肯讓你這樣賣 所以就很麻煩 留那麼多現金以外的東西 做遺產 其實上在以後 在繳遺產的過程中 其實留給只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地下前衷通常會叫你的大腿拿來抵押 好 你二三歲要叫嗎 我說叫了 我有請一個律師幫我辦 他一下子都幫我做好了 再交給我 我照顧就不用到三十八 你那時候又不理了 我是電視看到你 又不理了 現在如果有回到我就會把你開口 你繳多少 可能不知道 我不知道 反正他就是拿銀行的這樣子 總共這樣子弄一弄 全部交給我 就再歸銀行 銀行再亂給我這樣子 你繼承了一億多財產 生活有改變嗎 生活當然是改變 這幾年我都常常出國 我將近差不多十幾年都不在臺灣 在臺灣是回來過一陣子 一兩個月 然後我又跑出去 然後 跑去哪裡 我有走過去美國 歐洲 北歐 還有那個 法國 法國 跟他去過歐洲 我們兩個 跟他老公 還有我 因為我那時候在新加坡 他把電話給我 說約我去歐洲 歐洲 你們去歐洲 去歐洲 歐洲多久 幾個月 幾個月 半個月 去半個月 半個月 就一位一位這樣跳來跳去 這樣輪流 中國大陸是 世上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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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上都都 中國 中國很棒 我在怕到新疆 對啊 你看我中國大陸 不但熟 你還有高幾個朋友 都熱絡 都有到底的家庭 主要是因為爸爸價錢 沒有啦 沒有人 就像我一個年 不是 就說最主要是那筆錢 所以讓你有辦法這樣 對啦 你也沒帶母的嗎 我也沒帶 你有受過兒子嗎 這個問題 你以後也有這個問題 第一個 我們開頭的那個節目 你也有這個問題 對啊 沒關係 因為我那個房子到最後 等一下說 等一下說 來 先休息一下就好 對